进入到马自达的CSN 你可能会纠结一个问题 是选我左手边这台CX30呢 还是选我右边的这台CX-4呢 这两台车都是有点跨界轿跑SUV的感觉 而且价格非常相似 像我右手边这台CX-4 目前卖的最好的是它的活力版 官方指导价15万多一点 然后中端优惠差不多有8000到1万 而这台CX30呢 它卖的最好的是它的家月和雅月版本 也是在15万左右 那么中端也优惠8000到1万块钱 所以两台车的价格几乎是一样的 而起来您的发动机 从外观来看的话 CX-4明显比CX30呢 它的尺寸是要大很多的 但是从设计的美感上来说 我个人更喜欢这台CX30 你看它整体的这种设计的完成度 平衡感会更好 它虽然的尺寸较小 但是整体的线条更加的流畅 而这台CX-4呢 它这种轿跑的造型呢 我觉得比例是稍稍有点失调的 尾部有点显得过于的肥大了 那我们坐到车内来感受一下 我们先坐进这台CX-4 马自达内饰呢 其实现在是分车了两个时代 像昂格赛拉 它们是一个新的时代 而像马自达6 像CX-4呢 是代表的过去的时代 所以整体的内饰啊 你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比较显得古朴老旧 包括它中间这块屏幕 也是小的可怜 八九十年代的风格 在下方这三块这种物理旋游 尺寸很大 手感也还可以 但是确实看起来呢 就不够的洋气 整体中间这块啊 美观度一般 但是这台CX-4的好处就是 它的座椅非常的宽大 你可以看到 哦 把鱼的支撑非常OK 包括椅背 非常舒服啊 坐起来 那空间不是马自达强项 这台CX-4也是如此 腿部空间相当一般 而且中间的地台很高 但是还是那个优势啊 它的坐垫进行了加宽 对大腿的承托非常到位 那么我们去到那台CX-30去看一下 那这台CX-30整体的坐舱的豪华感 时尚感 科技感 就要比那台CX-4领先了一个时代 这块玄武屏 中间这块立体的风格的设计 跟昂根塞拉是如出一辙的 所以坐进来之后 你会觉得哇 眼前一亮的感觉 年轻的气息扑面而来 包括它整体的这种 中共前排的空间表现 都要更好一些 这个后排呢 就比CX-4要差不少 基本上都要顶腿了 然后呢 坐垫的宽度呢 确实也不如CX-4那么宽敞 所以后排的乘坐感受 可以用憋屈两个字来形容啊 所以这台车呢 确实是受限于它的尺寸 这台车可能只适合前排 两口之家来日常使用 偶尔拉拉人还是可以的 如果多口之家 这台车可能不太能胜任啊 所以在落地15-6万 买一台轿牌SUV的话 这台CX-30和CX-4选谁呢 我个人认为 如果是多人口家庭 对空间有刚需 对乘坐舒适度有要求的 那么可能CX-4更适合你 那么如果是小年轻 对时尚的设计更感冒 那么这台CX-30确实要更舒服 而且确实 从实测来看 这台CX-30无论外观还是内饰 非常的让人眼前也亮